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亦凭拼经济反网报》 大马sir的麦克风真漂亮 好过我很多 说回今节就是世界时事多合一 第一则新闻 哇,扎连斯基他终于向民众喊话了 其实我觉得一早应该这样做 扎连斯基就代表乌克兰政府向民众喊话 这次是官方的,大家记住 这次是官方的 就是决定顿巴斯地区的民众 马上要撤离 因为俄乌双方继续在那里激烈削剪 扎连斯基在深夜的电视广播当中 他说更加大范围内的顿巴斯地区 一千上万的民众 依然滞留在战区 包括儿童虎孺 他们要立即离开 而且这个已经变成了法律了 顿巴斯地区当然就是两个所谓共和国 共和国引号 因为承认的国家是不多的 联合国尚未承认的 是什么呢? 就是顿涅茨克和鄰近的劳金斯克地区 他说 现在离开顿涅茨克的人越来越多 俄军有时间向大家动手 大家快点走 实际上我觉得一早都应该走 就算初初出兵的时候 我觉得都应该走 是,有些人离弃他家园是件很难的事 这是现实 扎尼斯基就说 很多民众依然拒绝离开 但是你们依然是需要立即走 如果你有机会请同你的亲朋好友 如果他还想在顿巴斯战区里面留的话 叫他快点走 一定要走 他就说 当局将处理整个后勤过程和支援行动 希望各位立即走 我们是乌克兰的中央政府 我们不是俄罗斯人 我们将会尽能力挽救一切生命 并且最大程度上 是制裁俄罗斯的 你都要问一下西方那些 其实西方也是 最大程度制裁俄罗斯的 乌克兰副总理 他有话说了 他也说 政府将会在供暖季节开始迟 强行疏散全部 滞留在顿巴斯地区的居民 这个已经成为了法律 副总理就是 毁烈售客 他也说 顿巴斯地区 可能就没有 燃气供应 你们 在这么冷的地方 是过不了冬的 因为我们也不会供暖 他想着动叉俄罗斯人 他也说 这个地区 大约还有20到22万 乌克兰人 还有这么多? 是的 那里很大 你打了这么久 还有一些人不肯走 觉得要死手 乌克兰政府 他们就协助全体要撤离的人 立刻走 会帮他们获得 居住地方 和获得社会保障 副总理 毁烈邮客也说 乌克兰政府 目前已经开设一个协调中心 协助顿巴斯地区的居民 通过火车、公交车 转移到乌克兰 其他更加安全的地方 假如有人拒绝离开 副总理就说 拒绝撤离的人 必须要签署某种形式的保证书 证明他们 知道 并且意识到留在顿巴斯地区 有什么严重后果 以及 一切的人命损失 自己负责 这也是公道的 你不走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是公道的 顿涅茨克州长 这个和以前 NBA的哥哥一样 基里兰高 就说 俄罗斯 军队 已经令到 6名平民离势 15人受伤 当局已经决定 强制撤离顿巴斯地区的居民 而且 希望各位遵守撤离令 在这个战争的阶段 俄罗斯 最多的就是军地 所以大家快点走 而且 都算是快 他们已经成立了 顿涅茨克地区疏散工作协调总部 其实之前 都已经是呼吁过他们走 不过今次 还写了当法律 而且 你不走 自己签字 有什么人命损失 自己负责 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约翰赫布斯特 他也说 这个地方预期 会相当地惨烈 而且 可能会缺能源 现在乌克兰都说不功能 不过 有人就 不解 当地的民众 他就说 我不知道 扎尼斯基总统 有位民众就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扎尼斯基总统发出这个呼吁 我知道 这里顿涅茨克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几个星期之前 隔离州努金斯克就被俄军占领了 预计顿涅茨克还有一次激烈的战斗 但是我们要 死守到最后一刻 究竟是否值得呢 预计 这个是 乌克兰官方就预计俄罗斯不会 占领顿涅茨克其他地区 不过 重镇全部要霸了 因为 如果你什么都占了 后勤 是需要更加长的防线 对 乌军可能会利用美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 远程装备 轰这个俄军 其实昨天早上 乌军也说 有100名俄军损失了 以及7辆坦克被摧毁 不过这个是南部战争 最搞笑 有些人居然跟六媒一样 这个人就是你知 记得一下他们寫 说 M.I.S.S.S. 告你 蓝丝捉了他 B.N.O.他 没错 但是这次真的是 M.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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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阿头出来说话 Richard Moore 英国 军情六处的阿头就说 说得很厉害 就说 克里姆林宫已经越来越绝望了 俄罗斯 不会赢得这场俄乌战争 你跟约翰逊说的不对 约翰逊说 俄罗斯真的有机会赢 居然 是否因为约翰逊现在不说呢 因为他就走 所以就乱叉地说 还是 你说的那些是真是假的 人之将走 奇言也真是吧 没错 这位阿哥 就在Twitter上说 克里姆林宫对这场战争越来越绝望 俄罗斯绝对不会赢这场战争 俄罗斯 在出兵乌克兰的行动当中 已经失去了动力 你说吗 失去了动力 那 赞尼斯基现在叫那些人干什么 如果失去了动力 他就不用叫那些人散了 不用叫那些人紧急撤离 不用写成法律叫他们走 Richard Moore大哥 你好似有点 当然 MIS-6 和武战争都差很远下 无论距离和前线 当然不关你的事 但是你说到克里姆林宫越来越绝望 好像有点 说过了老闆 我相信绝望这个词 不是那么多人可以用到 我相信对于西方的民众的东西 那么贵 可能更加绝望 不是开玩笑 所以究竟是不是这么绝望呢 我就觉得他说得太夸张了 他就说 你看看普京的军队 损失了几万名士兵 当然这个数目没有人知道是真是假 因为没有第三方去检测 两边的数据我们都不太相信 打仗期间 现在每个人都吹大他 要是吹小他 吹小他就是 说自己的损失 吹小一点 吹大就是说人家的损失大 但话说这个人之常情 他就说 俄罗斯用的苏联时代的武器 所以俄罗斯军队 不可以赢得这场非正义之战 当然你觉得非正义 普京大帝觉得正义 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阿哥 他更加 是发了一条推特 他就说 克里姆林工现在识得其反 几万名士兵在前线没了 几千部俄军装甲车都被摧毁了 普京的战争是建基于方言之上 啊 你是不是变相话扎尼斯基讲大话 方言之上 那民众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急 他就说俄罗斯不会在这场冲突当中 取得胜利 之后他说 因为我们英国支持乌克兰 哈哈哈哈 即是兜过圈都要赚自己 我是觉得他说的 相当需要保留 好这个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来自三零重工 大家看到 我们这两个字查了很久 厉害说 但是不会写 我们花费了 都很多时间去找这个字 写了出来不见 最搞笑 哈哈 因为这个电脑系统出来 是一个 是一个四方形 他是问好 我是看到问好的 哈哈 他读不了这个字 我们几经辛苦才可以 搞得出来 没错 为了生懂一点 什么事呢 三零重工 就要拗路了 为什么说他拗路 三零重工 他就是 日本 最大的 国防工业承包商 他居然 和西梅说 哎呀 我们很担心 日本国防工业 岌岌可危 岸田文雄 应该加大国防预算 才行 最大的国防工业承包商 最后 没落到你的袋里 那些钱 很明显就是拗路了 他的头 就是叫做 刀援加来 这位阿叔 就说 哎呀 现在很危险的 乌克兰战争 是明确了中国和朝鲜对日本的 危机的构成 所以希望岸田文雄政府 扩大国防预算 这样才会更加多公众支持的 他说下面那句 是吗 扩大国防预算 我们三名重工就更加多工作去取 这个肯定的 是肯定 因为这个 为什么肯定 因为他是日本国 国防工业最大承包商 肯定 他是拿最大份的 当然 目前日本国防工业集团 政府 现在是历史性地增加 军费 为了应对 他们经常说应对中国 其实也有说应对俄罗斯 负责这家庞大企业的 防务 及航天业务 大臣 就叫做安倍直言 他也是安倍 是的 他也说 俄罗斯很危险 要小心点 中国也很危险 最近 民意调查件事 大多数日本人赞成增加 这个税款 就是 为了有更高的国防预算 当然 有间公司就是三名重工 他们说 是啊 当然是附和他 是啊 现在很危险 一定要增加国防预算才行 如果不是 日本就会被中国和朝鲜威胁 除了要增加 军费之外 那么 安倍先生 当然安倍就是 不是那个 不是安倍晋三 安倍直言就说 如果日本的国防工业 只能从 防卫省的合同当中 拿回来 其实 是不行的 另外 现在 额外的 军费开支 并不一定会为 三菱重工的防务部提供更大的商业 机会 不过 起码 我们都看到 这个国家 是有决心抵御中俄 哎呀 你真是会说话 哎呀 我们不要机会都行 但是最紧要抵御中俄 就是说 我很爱国的 你抵御中俄 我们一定会支持你的 我们看到其实 他都挺厉害的 他们 接日本政府的合同 290亿美金 不过 三菱觉得不够 实在太薄弱了 要继续才行 所以 他们 就希望 继续合作 和日本政府 而且 叫日本政府不要犹豫 当然不要犹豫 给钱给你 对于日本来说 国防工业受到审查 现在是关键的一年 预计12月底岸田文雄政府 将会发布一份新的国家安全战 和国防计划指导书 以及一个将 构成国防战略基础的 五年采购计划 难道三菱要出来说话 是不是想在这个 五年采购计划的路争点 应该也是 大概半个世纪以来 日本将他们的国防预算都限制在 GDP的百分之一 但是 现在有改变 因为俄乌战争 预计日本将增加 军事预算 日本媒体相信 第一 受益的企业就是三菱重工 等你说得这么开心 又说 我们都是 为国家好 我知道 为国家好 也需要赚钱 是吗 这个第二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 就来自 王家乙 杰森汪 我跟你说 我在布里斯班吃餐 真真正正韩国餐厅 都有播他的MV 好厉害呀 这个港星王家乙 杰森汪 他在泰国原来很受欢迎 他日前 就出席一个 泰国的 综艺节目 而且这个节目不是九流落石地球 是泰国基本上最受欢迎的综艺节目 之一就叫做 The Wall Song 节目播出已经有很多经典的镜头 日前 Wall Song就叫做 隔场而唱 第100期 再次在泰国 牵起热潮 因为 今期 就请来了港星 王家乙 猜不到他在泰国人类好疚 节目当中 王家乙 还跟泰国的rapper Miu Li 合作现场 王家乙的出现 不单止 被多次合作过的Miu Li 是带来了惊喜 而且也被其他的嘉宾制造了 十分大的意外惊喜 其中一位嘉宾 在泰国来说 属于很知名的男演员 叫 Tui 原来他就是王家乙之前的 天团的粉丝 他看到王家乙居然哭 很激动 对呀 追星成功 累耍当场 当日 这个节目 就有王家乙 Tui 一起 红框 居然上了泰国热首榜的榜首 想不到 王家乙 去泰国也这么红 热到居高不下 当然王家乙 在 内地也很吃得开 他也是很出名的 港式普通话 江婆 江婆 但是 王家乙以前是运动员 也是 他爱公很厉害 他爱公周永昌 是中国 超声波医学的电机人 他母亲周平是上海人 是技巧体操 中国国家队成员 1979年全民会 是双金牌 他父亲是东莞人后来移居香港 是配剑国家队的队员 1978年 曼谷亚运会 曾经代表中国获得个人金牌 之后就是 香港 剑击队的总教练 所以 以前 Jackson 都是玩这些美东西很厉害的 老爸老母 行有 运动细胞 现在看到 他在 那么多国家都那么受欢迎 想不到 不过他在韩国出道 受欢迎应该也 不出奇 但是我想不到 他已经回了 中国发展很多年 想不到南韩人 因为我去吃的那家是全韩国人开的 而且算是正宗很多韩国人去吃 他不断地播放 Jackson Wong的 MV 还有 Jackson 王嘉义 他有一件事很厉害的 世界一流的大学 排前十的史丹福大学 收了他 但是他不去 这个是真人真事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再见 再见